大家好,我是薄荷 头发是肾开出的花 头发的多少跟肾有关系 头发的颜色跟血有关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两种可以补肾黑发的食物 一,黑豆 黑豆可以煮粥或者是做豆浆 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高出好几倍 蛋白质含量比肉类还要多 每天吃上一碗黑豆粥或是一杯黑豆浆 再加上点枸杞子 又美味又有营养 关键是头发也会得到改善 二,黑枸杞 枸杞算得上是最好的补肾食物 可以入药也可以当配菜 黑枸杞呢更好黑色入肾 黑枸杞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 可以抗衰老 既可以用它煮粥 也可以每天泡水喝 但是每天要适量 否则容易上火 皮毛变白是司空见惯的 人们都知道年龄增长 气血虚弱 身体的营养供不上 头发就会开始变白 但是一说到鼻毛变白 大家就开始担忧 这是身体哪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呢 鼻毛也是体毛和头发没有区别 您在45岁以后 肾气逐渐衰弱 血液失去了动力 鼻毛没有了养分滋润 就会和头发一样开始发白 此时除了头发 鼻毛会变白 叶毛 眉毛 以及特殊部位的毛发都会变白 原因是一样的 要注意身体健康 这是因为身体的分泌变得紊乱了 黑色素产量降低 导致鼻毛变白 是在暗示改变作息习惯 晚上早点睡 白天增加运动量 排解不良情绪 黑色素 分泌稳定 白皮毛自动脱落 就不会再长了 平时可以喝一些花果茶来养血安身 好 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是比较煎熬的 因为血管会因为低温而出现收缩的情况 导致血液循环降低 血液流动速度降低 从而使血压升高 犹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严重的还会诱发脑梗 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 油炸食品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都比较高 长期吃必然会出现肥胖的情况 还会降低你的新陈代谢率 还会导致体内的粘稠度升高 导致血管里的杂质堆积 使血管狭窄堵塞 增加换上脑梗的几率 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咸的腌制食物 腌制的食物虽然能够刺激我们的食欲 但是属于高盐高纳食物 吃多了会使体内的血压升高 而且还会加速血管硬化的速度 从而大大引发血栓脑梗的频发率 中老年人想要确保血管健康 日常饮食尽量以速食为主 多吃一些豆制品 多吃鸡肉 少吃猪肉 平时可以喝一些荞麦茶 来增加血管财心 大家好 我是可乐 每个女性在每个月 都要经历一个特殊的生理期 那就是月经期 在月经期间 女性的抵抗力也会降低 还会怕冷 还有一些出现严重的童筋现象 为了缓解这些问题 要注重饮食习惯 避免出现公寒 这三种食物会让死工更温暖 养肉 羊肉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滋补食材 特别是在寒冷冬天 也特别适合吃羊肉 还能补充一些氧气 而且还能温暖人的身体 对于女性来说 在月经期间 羊肉就是不错的选择 也可以帮助缓解痛经 温暖女性的身体 黑芝麻 里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和蛋白质 以及各种营养成分 对于改善一些月经问题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黑芝麻 还有补充气血和排出子宫毒素的作用 菠菜 菠菜里面的铁元素比较丰富 大姨妈期间 为了避免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可以吃一些菠菜来补充铁元素 也能改善贫血的情况 更能够加速体内的气血运转 帮助子宫内瘀血排出 平时也可以喝一些柠檬茶 美白烤身一直有食鹅的习惯 鹅肉滋味鲜美 营养丰富 神兽广大人民喜爱 且富含人体多种必须的 氨基酸 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 烟氨 以及微量元素 鹅肉味道鲜美 清香不逆 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蛋白质 脂肪、腌酸以及多种维生素 营养价值十分的高 吃鹅肉可以有效的强身健体 增强集体免疫力 中医认为鹅肉具有 意气不虚的功效 脾肥虚弱 中气不足者 可以多吃一些鹅肉 不饱和脂肪酸 是一种人体必不可少 但是无法自行合成的物质 需要通过外来事物来补充 鹅肉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多 吃鹅肉可以大量的得到补充 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鹅肉虽好 但是痛风患者不能吃 会引起尿酸伤高 患有皮肤、仓毒、骚扬者不能吃 人体内的热毒本来就多 鹅肉性温补会加重病情 皮肤师可以喝一点桂圆红枣枸杞茶 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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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